嗨各位 歡迎來到本週對於Kamereda Gavu 本週話是我們第五集的數看你的心得 本週話又再次為我們解釋了男週的過去 我真的覺得男週的過去解釋得非常非常之快 看得非常舒服 終於不是在買太久 給我買到三四十集才讓我們知道 所以總括來講體驗是非常非常之不錯 下一集 我們的二期就要登場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本週的一個故事吧 成績上回 男主因為深知 只要與自己扯上幸福就會變成目標 所以這次選擇了離開 但在路上卻惡運了 你醒啦 看到眼前的怪物男主直接跳起 這裡是哪裡 怪物說到 這裡是我的基地 男主下意識覺得自己落入的敵人的圈套 直接變身要上前迎戰 這時怪物興奮說 原來手術成功啦 剛剛那個 是眷屬吧 原來如此啊 這就是你的能力 真的是 成功的話要早點跟我說啊 不休的那傢伙怎麼那麼賤外 這時男主也疑惑 為何會出現自己父親的名字 也疑惑什麼手術 看到男主都不記得了 開始解說 小時候幫你做了改造手術 才有現在的Gavu 並介紹自己是丹特 斯托馬克 你爸爸的爸爸的弟弟 敵方基地內 雙胞胎還在震驚 他竟然可以打倒自己的特工 他們也想起 難道是俗工給他做那個手術嗎 也感嘆 不愧是製造出 將人壓成香料的開發者 真不愧是培養出 尼埃蘆布哥哥的開發者 這時大哥到來 但不是為了聽他們閒聊 而是質問 為何優質的人類的進貨量 還是沒有增長 既然交給你們 就給我負起責任 做不到的話 就像以前 由我自己的特工來說 雙胞胎這時慌了 你要開除我們嗎 我們可是家人 哥哥這時也表態說 自己肩負整個公司的命運 用俗工開發的黑暗零食 支配砂糖的社會 原來他們的公司 除了販售一般的甜品外 只要給予暗號 是可以購買 令人上癮的黑暗零食 所以要盡快讓富裕 階級對於黑暗零食上癮 就算是家人 沒用的傢伙 就別妨礙我了 看來這次真的是火燒屁股 雙胞胎直接叫出 頂尖特工開始執行任務 自由撰稿者這 師傅正準備派撰稿者去蹲點 拍攝一些狗仔照 但這時社長打電話來說 雖然不是假面騎士 但好像是怪物之類的情報 聽完後師傅也看出 他真的很想要去 就隨他去吧 才正要說要提防科學家時 他就衝得出去 同時科學家正在把男主的眷屬 拆開來研究 橙色某個角落 某個打工仔正在交貨 但這次的黑暗零食卻變少了 正在埋怨 這次給的怎麼那麼少時 另一位特工出現 我這邊還有一個給你吧 但你要接一下機密任務 對方無法抗拒的接了下來 男主正在淑公的山洞 與淑公聊天 丹特淑公 你為何會在這邊的世界 而且你也做過黑暗零食吧 為何要救我 那當然是因為 看到那個紅色的嘎夫 你的嘎夫和我們都不一樣 沒有丹特書眷屬的力量 畢竟你的母親是人類 別說好像都是我母親的錯 他只是為了被做成黑暗零食而被抓 淑公的感嘆說 都怪不休對他一見清心 但那傢伙 也是按照他的方法在關愛著你們 原來 當年老爹曾拜託淑公 給予男主強大 能生存下去的力量 但我也是第一次做 嘗試的各種方法卻沒有成功 只是逐漸覺得你很可愛 想為你做點啥 才開始研究人類看看 所以才住在這裡 在調查時 愛上了人類的零食就變成這樣了 啊這個你要吃嗎 拿著拿著拿著 沒想到 你竟然能以人類的零食作為契機覺醒 但男主聽完後 只覺得自己的母親非常可憐 擅自被抓走 擅自被愛上 然後幾乎都把我們關著 但淑公也說 這都是為了保護你們 所以才故意讓我們變得不幸嗎 全都是他 都是你們的肆意妄為 男主無法接受的跑開了 自由撰稿者來到事發地附近 發現周圍有東西來動 原來是男主的眷屬 在亂跑的過程中看到 特工正在清點 目前被捕獲的人類 男主跑出去後 開始想起過去 母親整天以淚洗面 這時隔壁傳來小男孩的哭聲 原來 他的玩具掉入下水道 媽媽也沒有力氣 搬開去拿 男主至高奮猶要幫忙 但突然視野一下 想起萬一變得幸福 就有可能會被做成零食 但只是一下 男主還是把水溝蓋給拉起 拿起的玩具給他們 看到他們的笑容 男主也想通了 不是不能變得幸福 是把人類變成香料 的那傢伙的錯 男主肚子突然叫了出來 發現熟工剛剛塞給他的零食 好辣 但好好吃 吃完後再次纏下了眷屬 這時 葡萄跑了回來 要男主幫忙 自由撰稿者這 眼看特工已經清點完要走了 可能這次就真的再也回不來了 情急之下丟了石頭進去 兩名特工衝了出來發現了他 正當要跑時 被槍的正步給震暈了 這時男主突然出現 我決定要在這個世界 和人類一起幸福的活著 變身 所有兩方打起來 過程中 剛剛暈過去 撰稿者也醒了過來 看到兩位特工 正在跟男主打鬥 決定先去把被壓縮的人類拯救出 男主這 雖然之前有跟特工戰鬥過 但明顯還是有點吃力 球員除了洋芋片的形態 建議一直被打斷 這時 辣味洋芋片衝了過來 叫我用你嗎? 好 有沒有以為沒有什麼變化 但一揮就是大量的火焰噴出 原來如此 真是不錯 有了火焰的加持 除非被燒完 不然不會被子彈給打斷 使用男主 先是將洋芋片甩出去 令其著火困住一名特工 並且對落單的特工發動的超必殺機 將其擊敗 正當他回頭 對付另外一位石 對方直接跑掉了 這時眷水說明了情況 男主來到撰稿者這 跟他說不能這樣亂拆 交給自己 男主開始一一將大家放出 可是迎來的不是感謝 而是民眾的恐慌 這時撰稿者也說 大家冷靜一點 他是來救你們的假命歧視 男主直說一句謝謝後就離開了 結束了 只有撰稿者來到社長這給予報仇 出來 使遇到的男主 很明顯沒有認出他 男主進去時 社長驚訝說 盛真 你不打招呼就走得太過分了吧 我很抱歉 我思考了很多 請再次給我在這裡工作 我想成為像信果小姐一樣 給予大家幸福的人 如果你不再一聲不吭的就走的話 我就答應你 謝謝你 另一方面 師傅正在處理今天的工作 這時一名神秘的男子找了上來 找到你了 師傅也開始做自我介紹 請問你是那家店的關係者嗎 我也不知道呢 我只是被拜託來做這件事情 對方直接不演了 將師傅給抓走 故事結束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Kamilat Gav 第五節內容 這一集算是光束推進好不好 其實我們本來想說 師傅可能要更後面才會走 我自己覺得啦 結果沒想到的 看來是準備應對下一集的契機 讓我們的自由撰稿者 可以變成為Kamilat Gav 成為真正的一個惡奇好不好 非常精彩 但中間遊戲電話有點奇怪 為什麼要抓他呢 為什麼感覺自由撰稿者 好像有另一個身份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心得人的幅度環節 跟大家小聊一下 來 第一件事情 就像是解釋 男主的腰帶 跟他的胃口可以變身的一個由來 我一般以為是 一直以為是遺傳啦 比較特殊 沒想到是男主天生 無法產生眷屬 無法產生力量 男主的爸爸才拜託我們的鼠工 幫他做個改造 也因此 男主 雖然說當下改到都是失敗 卻還是有改出東西 只是差一個契機 沒想到是到人類世界後 吃到臨時才觸發這個契機 我本來以為這個 應該到中後期才出來 結果 第五集就跟你講了好不好 算是剪輯歷錄 歷錄到我不知道 後面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演 所以到時候 第一篇的一個前篇 就是到第一階的一個強化 我感覺應該就會完整的 把男主的神事全部講完 那後續 可能就是要開始對抗那個家族 或許或許或許 當然還不再缺鳥吧 我本來以為這個會一層一層一層慢慢結了 結果沒想到 哇動作超快的 然後第二點的話 就是二七要登場 這邊的話出了一個特攻 但我覺得這個特攻 感覺又跟我們認知的那個特攻 又不太一樣 畢竟或許 這幾集都一直出現一個 我們的尼哀蘆布哥哥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跟他有關係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畢竟 叔公也是培育他的人 然後呢 再加上他對於這件事情 感覺都蠻有興趣的 所以呢 或許我覺得搞不好 那個特攻 是我們的尼哀蘆布哥哥的特攻 或許啦 或許還不太近講吧 畢竟 那可能怎麼都那麼巧合 就是 又可以迎合我們的科學家 還是其實科學家 去做這個實驗 然後呢 剛好又多一個這麼棒的素材 這個人剛好跟紅色的嘎蘆布有仇 這一切都太剛好 你們不會這樣覺得嗎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 這件事情一定還有一個暗線 只是暗線的話 像目前只知道那個特攻 要執行的秘密任務 就是要抓捕我們的師父 我只能說 一切又太巧合了好不好 所以呢 或許或許 我們比較老實的一個 自由撰稿者 感覺有點不簡單啦 我自己覺得 或許他可能就是一次實驗的一個小白鼠 讓他變成歧視這樣 或著是 搞不好科學家事業是壞人 但還不太知道 這個 畢竟下目前還不明朗 而且師父也千交代 萬交代說 這個科學家有點問題啊 在社會上混那麼久 總是看人比較準啊 科學家跟你愛蘆布 會不會是同一個人 但還不太接點啊 不太接點 這句話只是亂推論而已 因此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下一集 我們的副集登場 OK嗎 好 所以以上 就是我們這次 卡片尼亞嘎蘆 第五集的內容 整體的 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 大推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下全包